黃色校車上的黑條紋並非設計元素 這些其實是沿著側邊和後面 用來保護薄薄外殼的金屬條 萬一受到撞擊 它們會吸收多數的力道 讓撞擊影響的區域小一些 這些防撞條也位於重要的策略性位置上 最低的那條與車中地板的高度一樣 中間的搭配座椅底部 而上面的那一道對應到座椅上圓或是窗戶下圓 天花板風扇能轉不止一個方向 這是有原因的 一個夏天用 另一個冬天用 天氣熱的時候 天花板風扇應該逆時中轉 把暖空氣往上拉 讓空氣往下推 而冬天用順時針模式 可以把暖空氣往下推 讓涼空氣上升 當牙刷上藍色的刷毛開始 褪色時 其實是替換新牙刷的時候了 你可以把定書機調整成只暫時定住文件 做法是把壓橫區轉過來 多數定書機都有兩種定法的選項 一種是標準式 另一種則把定書針往外彎 你之後如果不需要了 就能輕易用手移除 很多人用刀切草莓的金 可是竟然會把很多能吃的部分丟掉 與其用刀 請用普通吸管 把吸管的一端 從草莓的尾巴戳進去 輕輕地整個推出去 如果沒有差錯 吸管應該會把金推出來 鎖頭底部的小洞 讓戶外鎖裡面的雨水排出來 可以預防生鏽和堵塞 你也可以用這個洞 幫鎖的鎖鏈上游 才不會卡住 假如鎖頭上沒有這個小洞 就只能在室內使用 把殘留馬鈴薯泥 或是任何剩餘的碳水化合物的髒盤子 放在洗碗機的下層旁邊 是個壞點子 幾個研究顯示 這樣的盤子放在架子中間洗得比較乾淨 你現在知道了 牙膏底下的奇怪印記 跟成分完全無關 這些是給工廠機器人用的 也不是說他們可以刷自己的牙 這些彩色方塊 顯示了管子要進行切割 和折疊的位置 多數化妝棉兩面的觸感不同 一面比較紮實 好吸收 應該搭配聚光水使用 另一側更加細緻 柔軟 應該用來卸臉妝和眼妝 別從底部撕便利貼 這樣會讓紙出現折痕 而且會比較黏不好 從側邊撕 這樣會黏比較久 在黑暗中開車時 你可能會被後面車子的頭燈閃忙 假如你的後視鏡是手動的 找到下面的撥片 撥一下 鏡子在玻璃的後面有反射材質 藉著撥動撥片 你改變了材質的角度 讓鏡子裡面的光變暗 如果你的是動力後視鏡 過程就更簡單了 你只需要切換成夜間模式即可 泡澡的泡泡減輕壓力 潔淨肌膚 並保持水的熱度 泡泡是由小氣泡構成的 這些在水面上形成絕緣層 讓熱無法逃脫 且說你在看紙本書 你決定要休息一下 卻發現自己沒有書籤 你該折角嗎 不需要 這就是書一的用途 看來 提供你書本以及做的資訊 並非他唯一的用途 你肚子咕嚕叫 突然間 八聲匠三明治 聽起來是個好點子 你打開罐子 看到上面很多油 唉… 該來訓練手臂肌肉 半啊半啊半 可是… 假如你把花生醬罐反過來放 油就會到底下去 固體留在上面 烤箱下面那個抽屜的主要目的 不是放鍋碗瓢盆 你應該趁烤箱在準備其他東西的時候 用這個位置幫食物保溫 假如你用完牙籤之後沒地方放 從平的那頭的第一個凹槽把它折斷 放在桌上 現在你能把用過的頭放在凹槽上 牙籤就不會碰到桌子了 折斷瑞士三角巧克力的正確方式 是把肩的那頭往下壓 我嗎? 我就咬掉 不過… 我幾乎沒被指稱為正確過 多數延長線稍微拉一下就會脫落 這是出名的 輕輕的把兩條線綁在一起 這樣就算你意外拉到 還是不會鬆掉 解可能會變緊 但沒有東西會被關掉 杯子底下的小凹槽 讓冷空氣進到下方 滾燙的飲料 讓玻璃變熱時才不會破裂 而且 當你把杯子的上下顛倒放進洗碗機時 凹槽可以防止水積在杯底 不沾鍋有特殊塗層 所以才這麼棒 但如果你在這樣的鍋子上 使用金屬廚具 塗層可能就會刮傷了 一旦刮傷 鍋子就毀了 食物會開始黏在表面上 導致燒焦或烹調不均勻 假如你總是從金剝香蕉皮 試試看另一頭 捏住香蕉的尾端 然後拉 這樣一來 就不會有0萬的香蕉白絲 附帶一提 猴子就是這樣做的 你不會想要跟猴子爭論的 多數小軟管的蓋子都是空心的 裡面有個尖頭 其用途是用來破壞管子的金屬封蓋 軟管的頭正好吻合這個洞 而尖頭是設計來戳破封口的 無需掙扎 試試看用手指 把小金屬封條撕掉吧 你用越多洗衣精 衣服就越乾淨對吧 不全然喔 假如你加了太多洗衣精 有可能會把東西洗壞 這樣會產生太多泡沫 衣服就不會彼此摩擦 而讓它們乾淨的就是這點 過度的泡沫 也讓洗衣機的清水洗淨不徹底 書頁通常印在大張紙上 而非小的單張 假如內容不夠填滿葉樹 就會留下空白頁 出版商通常會印上筆記 或是留點其他的符號 這樣子讀者才不會認為是印刷錯誤 馬路邊邊的橡膠條 是用來把方向盤後面打瞌睡的人叫醒的 當你的輪胎飄移到這些紋路上時 聲音和震動的作用就有如鬧鐘 有個常見的誤解 抽動睫毛膏的棒子 可以沾上更多睫毛膏 事實上 這樣只會毀了你的睫毛膏 移動棒子 會把空氣推進管子裡 這不只會令睫毛膏碎掉和結塊 也會讓它乾掉 電梯門上的零錢尺寸的洞是鑰匙孔 假如門卡住了 工作人員可以從洞裡插入特殊鑰匙 手動開門 電梯定期保養時也是使用同樣的工具 汽水裡的泡泡在平衡浮力和吸管質量時 會把吸管往上推 但你可以讓汽水罐的吸管不要升起來 只要把它穿過金屬拉環的洞就可以了 啊…汽水罐背後的科學 衣服附帶的方形布料 是要讓你測試清潔產品用的 這樣一來 你才不會一決定洗衣服 就整件都毀掉 汽水瓶蓋裡面軟軟的圓片 讓泡泡不會跑掉 少了它 你的汽水很快就會煤氣了 甚至可能在你購買之前就煤氣了 更糟的是 假如你買煤氣的飲料給你爸 那老爸的… 就不會…了… 美工刀的使用年限 比多數人以為的長得多了 刀鋒由窄窄的平行段組成 刀不利的時候 用底部的蓋子把前端撥斷 就這樣 你的刀鋒再度崭新銳利 不過別忘了做之前要戴上安全手套和護目鏡 沒錯 這又是來自於亮生活的銳利小撇步 那你也是愛人的 итан地的問題 直接時尚走 無視階段貌 滿益的機構